都说青瓦台是韩国风水最差的地方 似乎每一届入驻此地的总统都难逃悲剧的命运 1979年10月 韩国总统朴正熙遭到枪杀 一时间 青瓦台陷入全力真空状态 基于总统宝座的人们 以都城首尔为舞台 掀起了一波血腥残酷的惊涛骇浪 朴正熙遭枪杀后 按照戒严法 保安司令官全斗光担任联合调查部长 负责调查总统遇刺案 至此 全斗光一手执掌全韩国的所有情报 迎来了个人权利的巅峰时期 11月 刚向媒体通报调查结果 全斗光便按捺不住膨胀的野心 让各部门的长官来自己办公室 挨个做汇报 在国防部门口被记者簇拥 俨然一副即将登基做皇帝的架势 参谋总长借严军司令官 郑祥浩察觉到全斗光的势力欲望 未牵制全斗光 郑总长找来一人 此人名叫李泰成 是陆军参谋部的军官 郑总长计划任命李泰成 做首都警备司令官 顾名思义 首都警备司令官负责首尔的军事防护 是个人人垂涎的高位 然而李泰成深知责任重大 婉言谢绝了委任 作为掌握全国情报的全臣 全斗光迅速注意到郑总长的任命计划 于是出面说服 希望总长在首警司令官 这一重要职位上选择其他人 李泰成是陆军学校短期特训班 出来的候补生 而全斗光及其党羽 则是该校的四年制正牌毕业生 二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学或校友关系 换言之 不是一个阵营的 全斗光建议 由自己在军校同学卢某担任该职位 不想遭到郑总长的一口否决 郑总长看得很清楚 全斗光这么做 无非是想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势力 好党同伐义 不日后 郑总长再度试图说服李泰成接任该职 和全斗光相反 李泰成爱国爱民 是个拥有责任感的军人 如今国家政治危机 需要这样不惧权势之人 与全斗光相抗衡 为了国家大义 李泰成最终结下该职 自此走马上任 成为首都警备司令官 当然 全斗光不会放过任何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势力 早在李泰成接任之前 全斗光便在守颈部安插了自己人 这些人都是一心会的重要成员 一心会是由全斗光牵头成立的组织 成员都是当年陆军学校的校友和同学 关键时刻 这些有着相同背景的老同学们会抱团对外 11月底 美国方面发来集电 电报内容很简单 当心全斗光将军 短短一句话 并让李泰成意识到危机 或许糟糕的局势正在逼近 山与玉来风满牢 为了总统宝座 全斗光已经展开行动 调查朴正熙与次案过程中 全斗光从青瓦台倾库发现9个亿的秘密资金 并拿出其中两亿意图收买郑总长 郑总长不屑与之为伍 不仅丝毫不为所动 反而指责全斗光私下揽拳的行为 要求其往后收到情报 务必要向自己提前汇报 身为陆军参谋总长 郑总长在职位上高于全斗光 当着上级的面 全斗光假意应称 可以改变在我的拔出眼中钉 全斗光决定要给郑总长 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最近全斗光不仅大肆抓捕 与总统遇刺案无关人士 甚至肆意操纵舆论 郑总长深知不能养护为患 于是建议国防部长解散联合调查部 打算趁年底军部人事改编 将全斗光调去远离陆军本部的东海岸任职 可惜郑总长晚了一步 人事改编尚未开始 消息便传到了全斗光的耳中 全斗光立刻叫来自己在军中的亲信 易遇利用自己调查部长的职权抢先一步 以和总统遇刺案有关的罪名 逮捕郑总长 为了干成这件大事 全斗光召集以兴会 骨干成员秘密聚餐 成员都在军中担任重要职位 他们全都心知肚明 强行逮捕无罪的郑总长 等于是在发起一场军事政变 大家都有些担心 万一失败 他们全都会落得叛国的罪名 全斗光极力煽动成员 扬言此举是为了给出生贫穷的军官们 谋恶好前程 最终一心会骨干被全斗光 慷慨激昂的演讲所说服 并将政变日期定在了 即将到来的12月12日 全斗光已经做好 逮捕郑总长的具体方案 程序上要想批捕 位高权重的参谋总长 需要先由国防部长盖章 再得到总统的许可 但目前国防部长无故失踪联系不上 全斗光老谋深算 计划由自己直接向总统当面申请许可 同时让手下宪兵出发 逮捕郑总长 这里有一点很微妙 要在逮捕的同一时间取得总统许可 如此才能打造出合法程序 好为最后的政变铺平道路 另外 为了防止首都警备军展开反击 老奸巨华的全斗光打算办一场鸿门宴 以自己即将调职远行 以及举办生日宴为由 首颈司令官李泰成 以及另外两位和李泰成一起守卫首尔的将军 听闻全斗光决心接受调职 蒙在故里的李泰成答应赴约 兵贵神速12月12日晚 待补足秘密出发前往公馆 李泰成等将军受邀来到宴席 全斗光本人则前往面见总统 三线并行政变开始 当晚 戴补足以汇报工作为由 率先抵达郑总长的公馆接待室 并在谈话过程中说起总统枪杀案 谎称刺杀总统的前情报部长 供出了郑总长 又撒谎说 针对总长的调查 已经获得总统许可 总长不相信 要给总统打电话确认 这伯人却急了眼直接将公馆警卫全部杀死 再强行将郑总长逮捕出公馆 路上还与海滨警卫队打手枪战 在是邵日宴这边 原本全董光的手下找各种借口 想将李泰成留在宴会上 直到枪战爆发 李泰成迅速返回守颈部展开指挥工作 得知郑总长被绑架 李泰成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政变 于是命手下部队抓捕全董光 同一时间 全董光将批捕郑总长的同意书递交给总统 总统却以要先经国防部长批准为由拒绝签字 找不到国防部长有没有总统许可 叛军就没有出事之名 只能原地待命 和李泰成一起守卫首尔的将军联系公馆卫兵 得知全董光正和总统谈话 将军下令全董光一出来便立刻逮捕 然而事前全董光已经派人监听陆军本部的通信 这下消息立刻被判军侦知 判军二把手立即将此事告知全董光 让其迅速撤退 得知消息的全董光即将撤退 公管警卫队严阵以待 靠住了全董光所乘车辆 正要逮捕拿成想关键时刻 坐镇陆军本部负责指挥的参谋部长官忽然搅局 长官是个软弱无能的蠢货 甚至抱着侥幸心理 觉得全董光或许并非在搞政变 担心万一出了老家 把事情闹大 于是要求暂停逮捕 让警卑队原地待命 就是这样一道由懦夫下达的愚蠢命令 令全董光死里逃生 原地待命期间 警卑队不敢胡来 全董光便趁机 命司机一脚油门闯出公馆 最后顺利逃出叛军的大本营 得知全董光被放跑的消息 参谋部长官居然将责任挂在了李泰成头上 李泰成毫无怨言 而是立刻收拾残局 对参与叛乱的军事下达逮捕令 长官这位马后炮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下令真董全一号警戒令 以防止北边的朝鲜沉乱入侵 局势微如雷软 听闻全董光还没拿到总统许可 叛军内部炸了锅 纷纷指责政变太过冲动 要知道下达真董全警戒令后 一旦政变失败 所有参与者都会被处以叛国罪 最后掉脑袋 然而全董光却是个十足的赌徒 决心叛变到底 命人去找国防部长 只要找到这家伙 不怕总统不签字 谁能想到堂堂国防部长 居然是个胆小如鼠的庸人 国难当头不仅没有出面应对危机 反而躲在海美联合司令部里寻求庇护 海美齐明曰自己这么做 是因为担心朝鲜入侵 不过在当时 国防部长此举倒是无心插流 凑巧令全董光陷入麻烦 全董光派人四处寻找国防部长 可就是找不到人 到最后连叛军都忍不住吐槽 身处危局 这位国防部长真不是一般的失职 寻找国防部长期间 李泰成电联叛军要求全董光立刻将郑总长送回来 全董光不听电话 手下叛军也全都推三阻四 李泰成愤怒之志 扬言要开坦克过去 将叛军的脑壳碾压成豆腐渣 叛军有些慌 李泰成如果真的派部队来镇压 他们全都得玩完 全董光却毫无顾忌 甚至下令将阵守边境的第二空降旅调到首尔 叛军成员纷纷劝退 一来派空降部队来首尔 意味着要和李泰成的首颈不开战 一旦战争打响 叛军真就走上了不归路 二来空降旅是守卫边境的前线部队 如果将其调走 万一朝鲜趁机攻下来 国家就完了 眼看全董光即将沦为光杆司令 关键时刻 叛军二把手拉了他一把 二把手是全董光的朋友 慎重拳横后 最终答应一起干下去 决定派出自己所在师团的两个连队 有人扛起大击走在前面 这下叛军成员总算不再反对 稳定内部后 全董光将指挥权暂时交给二把手 自己则带着十来位将军 第二次去找总统索要许可 二把手迅速展开行动 率先将两个驻扎在最前线的边防连队 调去首尔大后防 叛军中的旅长也立刻命第二空降旅全副武装前往首尔 计划持取位于首尔的陆军本部 负责镇压叛军的参谋们此刻正在陆军本部的地堡内指挥工作 李泰成手里有首尔警备部队 参谋们认定镇压军战尽天时地利 于是干脆这群草包居然一边饮茶一边聊天 气氛轻松得很 守卫首尔的重担是李泰成和几位将军在挑 李泰成召开作战会议分析敌军兵力 商讨反击策略 打算对叛军形成围捕之势 这时第二空降禁军首尔直奔陆军的消息传来 瞬间陆本地堡乱作一团 这群无能的参谋此时才舍得放下茶杯开始着急 可却毫无应对之策 关键时刻还得是李泰成 李泰成联系野战司令部 要求派首都机甲部队前来作战 手下及时提醒机甲部队机动性差 恐怕在其抵达之前 第二空降就已经渡过寒江大桥 李泰成立即分析第二空降可能的行进路线 计划利用老百姓的民用车辆 在所有桥梁上制造塞车现场 好封堵敌军前进道路 面对水泄不通的堵车现场 第二空降的坦克根本开不过去 但所有首尔桥梁中 信州大桥不属于守警司的管辖范围 叛军计划改变路线走该桥 并为神速李泰成齐忙应对 让父子管辖该桥的师团立马封堵 师团长立即配合行动 下令堵死大桥 这一消息同样被负责监听的叛军证职 叛军知道一旦信州大桥被堵 第二空降被来 他们就会彻底玩完 为此叛军不惜 直接找师团长对话 扬言还有其他前线师团及空降旅会陆续出动 宾茨即便拦住信州大桥也只能是拖延时间 这话果然震住了师团长 因为担心发生交战 师团长随即将封锁命令改为原地待命 情急之下 李泰成直接拿路障封路 他很清楚今夜的胜负取决于谁的兵力率先进驻首尔 但此时第二空降已经逼近大桥 为拦住敌军保住陆军本部 李泰成不惜屋身上桥 静止走向叛军 第二空降被李泰成的气势所设 最终在桥上停车 一同守卫首尔的将军配合行动 向第二空降做出承诺 只要撤回便盖部追究责任 在李泰成的气魄及将军的好言相劝下 第二空降选择撤回 如此重要的军队掉头 叛军都急疯了 与此同时 尽管全斗光带着十来位将军 试图再度向总统获取许可 无奈总统态度强硬 坚持除非见到国防长官的签字 否则不予批准 总统比谁都清楚 一旦许可对郑总长的批捕 就等于是给叛军的政变开了通行证 得知第二空降掉头 叛军二把手 雷克启动一新会的组织关系网 试图利用人脉关系解决此事 全斗光很快想出了应对之策 只见他给第二空降旅的旅长拿了把枪 扬言如果旅长不去说服第二空降再次折返 就干脆朝自己胸口开枪 当然全斗光是在堵 他认定旅长会因为畏惧自己而展开行动 果然全斗光赌赢了 第二空降刚刚返回驻地 旅长便一样画葫芦 学着全斗光的做法 要求第二空降必须掉头去大桥 出于对强权的恐惧心理 第二空降再次出动 同一时间前线叛乱军事团抵达首尔外交 叛军来势汹汹 可首都圈镇压军的支援兵力却相继撤回 得知第二空降再次折返 指挥官们全都不愿介入 以常注定会损兵折将的内战 局势已经一边倒 无奈之下李泰成联系前线第八空降的旅长 希望对方将第八空降派去首尔 好与叛军的第二空降形成对峙之势 第八旅长和李泰成一样都是陆军短期特训班出身的 二人算是同一阵营 但面对请求 第八旅长陷入犹豫 要知道第八和第二空降都属于前线部队 万一彼此之间爆发冲突 那便是整个国家的全面内战 另外其余好几个空降都是一心会的人 如果爆发内战 第八空降在人数上很难取胜 李泰成极力说服如今局面危急 能最快进入首尔的只有第八空降 更何况身为军人在危难关头咬牙战斗 这是他们的使命和天职 终于在李泰成的慷慨陈词下 旅长答应派兵作战 很快第八空降紧急出兵首尔 预计比第二空降率先抵达 听闻消息 叛军内部爆发危机 但全斗光实在是狡猾至极 居然想到能一举扭转局面的计策 只见他假模假样 给陆本的参谋部长官打电话 谎称一切都是误会 扬言自己并没有搞任何军事叛变 并为此和长官做协商 表示自己会让第二空降撤回驻地 作为交换 一把空降也要一并撤回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全斗光的计策 不幸的是 坐镇陆本指挥的参谋们是一群蠢货草包 居然还真就相信并且接受了这份协议 第八空降已经快要抵达首尔 原本可以一鼓作气碾压叛军 可这时长官一声令下要求撤军 过于上级压力 第八旅长只能无奈地返回驻地 眼看形势似乎有所好转 一直躲在韩美联军司令部的国防部长 终于回来了 长官赶紧向部长邀功 说是自己一手避免了两只空降旅的冲突 然而片刻不到 第二空降闯过信州大桥 即将进军路本的消息传来 事实上第八空降一撤走 第二空降叛军 便暗自行动 他们表面撤回 使则在全斗光的命令下 以潜伏渡河的方式控制了大桥 这下陆本指挥部的参谋们又慌了 悲哀的水毫无对策的参谋 包括国防部长不想着迎敌 反而计划将指挥部迁到守警司 好寻求李泰成的闭火 听闻消息 叛军简直乐坏了 对手此举令原本一手难攻的陆本地堡 变为祖上之热 全斗光要解决的最后对手只剩下李泰成 及另位镇守首尔的将军 夜里凌晨一点多 叛军集结而来 预备逮捕将军 面对危局 将军让手下出去躲避 自己却并未出逃 和将军一起留下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少将 少将用桌椅挡住大门 可惜叛军人数太多 为了保护将军 少将已深殉国 受伤的将军也遭逮捕 如今首尔防御圈内 只剩李泰成 孤军守城 叛军向其道明行事 希望李泰成放弃抵抗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陆本的指挥官们 刚刚抵达守警司 这片最后的避难所 却殊不知局势 早已危在旦夕 片刻后 叛军袭击了国防部 逮捕了镇守国防部的宪兵 找到了藏身地下的国防部长 几岁其后 叛军不费吹灰之力 进入陆本地堡 唯一一位坚持 镇守地宝的将军 遭到逮捕 被捕前 将军将守卫首尔的重担 交给李泰成 失去外援后 李泰成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然决心不如使命 迅速集结所有可用兵力 计划与叛军决一死战 行动前 李泰成给家中的妻子去了电话 他知道这或许是自己 和妻子的最后一通电话 妻子与其温柔 叮嘱他要好好照顾身体 李泰成强忍悲伤 笑着答应 前路艰险 他不愿令妻子担心 通完电话 手下向其汇报集结的兵力 包括吹石兵等非战斗兵力在内 一共只有一百来人 手下很清楚 这是一场必死无疑的战斗 于是试图相劝 如今国防部和陆军本部 都落到叛军手里 手下认为李泰成已经尽力 希望他别再令士兵白白送命 为阻止部下陷入死境 手下不惜用枪威胁李泰成放弃 然而李泰成毫无惧色 身为首都警备司令官 他绝不会丢下首尔向叛军投降 凌晨两点多李泰成率首颈部 残存兵力出动 拳斗光立刻派兵迎战 两军在失踪路光华门形成对峙之势 拳斗光嘲笑李泰成只带四辆坦克 就想跟自己叫嚣简直是痴人说梦 那承想李泰成首领还有最后的王牌 那便是隶属于守警司的野炮部队 在李泰成的一声令下 野炮团将炮口对准了叛军 拳斗光又想使戒 谎称要跟李泰成对话 李泰成却不上当 命野炮团长对敌军进行精准炮击 拳斗光将指挥室交给二把手 自己则出去向警部的残兵放话威胁 扬言一旦对方展开炮击 自己也将率兵全面开战 李泰成完全不吃这一套 下令炮击一旦开始就发起全员攻击 拳斗光再无计可施 炮击时间仅剩最后30秒 两边军队都瞪大了眼睛 等待着最后的生死角逐 李泰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懦弱的国防部长忽然放话 下令停止炮击 就在不久前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被抓捕的国防部长居然选择投靠叛军 李泰成拒不配合掌官命令 国防部长干脆解除其守警司令官的职位 被解职后 李泰成失去了对守警司的指挥权 野炮团长也依掌官的命令 不得不停止炮击 而此刻第二空将已经抵达首尔失踪路 李泰成临危不惧试图反击 但此时附近有无故的居民出现 为牵制李泰成 拳斗光故意对居民不予管制 此举等于将百姓的性命置于即将到来的战火之中 为了守护民众 李泰成不得不妥协 让手下带残存兵力撤回 对于李泰成都军守城的壮局 手下无不动容 尽管输了 但这一战他们虽败犹荣 面对拳斗光的叫嚣 李泰成毅然翻越层层路障 即便到了最后一刻 他也要去对面杀了这个叛贼 成王败寇 叛军将李泰成说成是挑起战争的罪犯 并立即持枪瞄准 想要将其当场击毙 然而此刻目睹李泰成疯了似的 攀爬路障 拳斗光镇住了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一根筋的将军 12月12日 岭内的寒风中 李泰成孤身一人 来到拳斗光面前 尽管赢了 可面对李泰成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拳斗光 都忍不住的心虚犯处 或许正是这份心虚 拳斗光没有下令击毙李泰成 而是命士兵将其逮捕 政变成功 勇士李泰成遭到关押 懦弱的国防部长活了下来 拳斗光疯电的校正 政变之后的第二天 总统不得不在逮捕 郑总长的同意书上签字 一心会举办庆功宴 成员们群魔断舞 几天后 拳斗光和参与政变的将领 在保安司令部门口拍了张合照 不远的将来 拳斗光即将成为韩国新一代的总统 剩下所有人日后都将稳坐高位 成为国家的既得利益者 电影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已经上映 便打破韩国电影票房记录 全斗光即韩国第十一届总统全斗光 1979年双十二政变后 全斗光及其党羽全面掌控国家政权 原本朴正希的遇刺结束了韩国长达18年的军政独裁统治 百姓们无不相信韩国即将迎来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 然而全斗光率领的新军部夺权后 韩国又一次面临近八年的独裁统治 期间全斗光的第五共和国大肆镇压民主运动 肆意滥用公权力 昔日乍现的首尔之春就这样匆匆羡慑目 电影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